关税局在巴胜港口查获上百个装有各国走私啤酒的集装箱 逃税数额高达5500万令吉 由于数量过于庞大 关税局仓库已经爆满 因此决定出动推土机碾碎丝酒 关税局今年4月发现113个装满世界各国啤酒的集装箱 但包装上都没有贴上合法税章 因此当局当场充公这批市价为1140万令吉 多达190万公升的啤酒 逃税额高达5496万令吉 并扣产了9个人 不过当局至今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获元 再加上没有任何企业和个人认领 让案情陷入胶着 由于数量惊人 当局实在没有足够的空间存放私酒 因此决定用推土机来回碾压 销毁部分私酒 只留下一部分作为呈堂证据 另一方面 关税局在起货走私香烟方面也大有斩货 当局昨天在巴生港口 截查一个入口准证 标示着裙子女装及外套的集装箱 不过打开一看 却发现货不对半 里头装着不同牌子的1000万根丝烟 市价为1000万令吉 逃税总额是690亿万令吉 所有私燃都从邻国偷运入境 当局将原理1967年 关税法令第133-1-A 虚报条文和1976年国内税法令第74-1-A 非法制造关税品条文调查案件